女排亚洲杯决赛 中国女排刚刚与日本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抗 这场比赛呢 尽管最终我们是以1比3赋予了对手 获得了一枚银牌 但是从全场的比赛过程来看 我们这一支以国家二队和国庆联合组队的年轻队伍表现出了很好的拼搏精神 并且呢 在比赛的过程中也一度呢 有非常上架的表现 这场球呢 在技术上 中国队的优势呢 主要是在王口的高度上 特别是我们个别的一些球员 像主攻的吴孟杰啊 复工线上的王文涵啊 在高度上是有优势的 但是从整体性相比较呢 其实日本队呢 他的实力应该说是还是要更强一点的 像日本队他的这种一度速度比较快 手上的控球能力也更强一些 另外呢 日本队的防守跟揭发球的功底也是非常扎实的 那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 在前两局 日本队呢 是先赢下两场 那从第三局之后呢 中国女排是奋起反击 在这一局呢 首先我们是在进攻上充分的激活了我们的这两个高点 像吴孟杰呢 开场 他就有这种丝毫为超手的进攻的上架表现 帮助我们球队呢 开局以7比4领先 另外呢 像我们的复工刚才提到的这个场上也是高度有优势的王文涵 他在第三局的单局扣球就拿下了5分 其中的一攻有4次防反一次 应该说这个进攻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通过针对性的发球 然后再布置篮网 在这一局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收效 像第三局的中后段 我们的庄心如王亦凡替补上场追发对手 包括像一些找人发球 都是取到了很好的成果 帮助我们的篮网能够有针对性的篮对手的4号位的调整强攻 在这一局呢 我们的篮网也是取得了4比0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优势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一局上我们的防守拼的也是不错的 令我印象比较深的呢 像第三局开局阶段9比4 我们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 那个球呢 是我们的接应 周月彤选择了一个掉心 帮助我们以9比4在第三局 其实开局阶段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领先优势 那整个第三局呢 中国队的发挥应该说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是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阶段性的一种强势反击 这一局比赛呢 我们也是25比19拿下了第三局 那随后在第四局比赛呢 日本队也是进行了针对性的换人 同时呢 还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发球找人去压制我们的遗传 从而呢 破坏我们这种进攻的硬度 另外呢 像这一局比赛 中国队的这种防守跟篮网体系也是有所下降的 像第四局比赛 我们的防反进攻是一分没得 另外呢 我们的篮网也只得到了一分 那相比第三局呢 我们的反击防反进攻 扣球是得到了四分 篮网是得到了四分 由此呢 也能够看得出来 在第四局 我们的由于揭发球和我们的防守这个体系的下降 确实呢 也影响了我们在网上高度进攻强度 我们优势上的发挥 那尽管我们最终是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这场比赛对于这只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 可以说是 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呢 确实也需要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在这种国际赛场上去历练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 我们下期见